韩信被人打晕在塔下 他的武器磨损严重 身上的伤口很多 还都是剑痕 是失血过多而导致的休克 附近有很多脚印 其中有两个脚印明显是韩信的 而且比其他脚印要更深 应该是二技能被水一战时候 向后跳跃造成的 而韩信周围的石块还掉了一地 石壁上也布满了剑痕和枪痕 深浅不一 这些都是战斗的痕迹 而在石块的边角留了四个大字 狂兽血性 这可是张飞三技能的名字 难道凶手是张飞 答案当然不是 真正的凶手是花木兰 他和韩信缠斗期间 通过三技能绽放刀锋 造成物理伤害 并且进行武器转换 进入短剑状态 攻速提升持续五秒 期间触动花木兰的被动技能 对韩信造成物理沉默并减速 随后花木兰丢出二技能 玄武之华 投出短剑 再次对韩信造成伤害并减速 令韩信疲于应对 随即花木兰转换重剑状态 此时花木兰处于霸体状态 大幅提升免伤 不仅凭A造成额外伤害 指定方向连续挥砍四刀后 还会带来轻微击退效果 灵活的攻击手法 变化多端的控制效果 使得韩信多次挑飞落空 应接不暇 最后被打成重伤昏迷 这就是韩信的克星 花木兰大姐